本期话题 无痛分娩为什么不提倡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无痛分娩呢 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 出现的一个方法 所以无痛分娩呢 通常就是给予麻醉药物 最常见的呢 就是椎管 就经过椎体呢 放一根管子 由这个孕妇自己控制量的多少 然后达到一个减少痛苦 甚至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分娩 那么这种情况呢 首先呢 我们并不是不提倡 也不是绝对的不提倡 那么有些有条件的地方 或者是有这种服务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应用的 但是呢 无痛分娩呢 它是有一定的力和弊的 当然了 它的力就是减少女性的痛苦 但是它是有弊的 第一个弊呢 就是说 你既然麻醉 椎体里要插入一个管子 它就有麻醉失败的风险 第二个呢 你用麻醉药啊 有麻醉用药的风险 比如过敏啊 什么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 由于无痛嘛 它可能会造成脊弓收缩的受影响 可能会部分一直自行收缩 所以说呢 还有这个术后恢复的情况 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 麻醉的风险是存在的 如果能够不麻醉 能够达到顺产的话 这个呢 也是可以采取的 就是说麻醉呢 必须有适当的条件 才可以采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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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